奶奶抱著孫子才剛走到樓梯間 就傳來噼哩啪啦一連串的髒話 國馬奶奶急忙捂著小孫子的雙耳 但是就在下一秒遇到惡鄰居 她背著農藥桶胡亂噴灑 嚇得奶奶趕緊轉身上樓報警 我裡面是水 我跟你講喔 你不要加什麼東西喔 不會 不敢 我跟你講 我在這邊 我馬上會給你看喔 警方到場 無姓男子還激動變稱 農藥桶裡的只是水 但是這樣的行為 早就僅讓住戶心生恐懼 那個樓梯間出門就聞到那些臭味 你受不了嗎 會受得了嗎 還一起叫什麼 叫那個流浪漢在這邊逗留啊 好像 我沒有看過啦 有兩個好像就是說 衣衫不整的那個流浪漢在這邊逗留這樣子 搞得我們這個大樓滿那個 會一些後續去嚇人幹嘛 當然對別人受傷影響 比較會 怕人就會報警 無姓男子買了五樓藥 租勇為了裝修在每層樓梯間 都打動 接線 讓住戶不滿投訴 無姓男子就頗搜水報復 無姓男子不滿自己的租租套房 被檢舉勒命停工 向整棟住戶大樓 俠院報復 但是其實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犯案 就在今年五月 他不但每天亂到廚餘還噴殺蟲劑 甚至破壞鋼裝的監視器 還在水塔加料 最近還用農藥亂噴 讓住戶不堪其擾 我們警方貨報到場之後 那現場兩名被害人立即的提出告訴 那我們警方也用現行犯 來將這名無姓男子逮捕 並用妨礙自由罪嫌來移送偵辦 問題沒解決 雙方各說各話反目成仇 胡亂威脅恐嚇 讓住戶下的報警 如今尋求法律途徑 就是要給惡鄰居一個制裁 記者葉維靈之方 西北市報導 Kay幸運 コント 卡 嘴 請